彰化县普新乡公所举办村市严习营系列活动 普新乡长张成瑜说 普新乡是全台最大的辅老客集中区 希望让民众从了解自己的家乡开始 未来更能投入采访其老谢村使的工作 未来这些文史记录也能成为发展观光的资源 张成瑜说 公所以出版无举人黄耀南 宝岛哥王黄三元故居的纪录片影音资料 今年底并将出版无举人和许在职一师的故事绘本 乡公所主密张国敏说 普新乡最有名的故事 包括清代无举人黄耀南 宝岛哥王黄三元和他的父亲黄义打鸟义 而殖民影星科俊兄及张梅瑶则是于1966年 在普新柳桥拍电影乔静儿交往 结婚传为佳话 普新还有一位得到医疗奉献奖的在职仙的许在职老医师 玄胡继世到90多岁 为了呈现更多元的文史资料 公所将推动老照片 文史资料搜集工作 着手写村使人才训练 张成瑜说 今年首部区让大家先来听故事 再学会讲故事 最后动手写故事 第一堂课参加人员有不少老师 公教人员也有返乡青年等 村使严习因从10月15日起 11月4日 12月2日共分三天安排专家学者授课 讲师群包括有课委会副主委杨长正 封甲大学历史与文物研究所长周良海教授 前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陈登武 彰化历政府新修彰化 限制严格致历史篇撰稿人许世荣博士 拥有丰富收藏台湾古文物及文献史料的前彰化历文化局长陈敬芳等人 目前都还接受报名 可恰普新图书馆 04 8296249转71 陈先生普新乡公所举办村市严习营系列活动 乡长张淳于说 首部区让大家先一起来听故事 再学会讲故事 最后动手写故事 图普新公所提供 分享无举人家族的百年老宅 海报存层好古色古香 记者林婉月摄影 分享普新乡村市严习营安排 包括课委会副主委 阳长震等专家学者授课 图普新公所提供 分享普新乡长张 陈瑜说 年底公所将会出版 无举人和许在职一师的故事绘本 目前已进入教稿阶段 记者林婉月摄影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